這是恒涼版 這是我的好好的醬油特地製作給我 外面不能賣的 專門是給他們倆 所以他們就習慣了這個農族間 都覺得因為自己都出來社會工作 爸爸那時就開始退休 覺得自己都不在家 都好像養了一種寵物在家 就陪伴家人 其實當初我遇到我第一隻愛情鳥哥羅布羅 是一個機緣巧合的底下 那時去到天水圍一個商場 裡面有一間店鋪 別人養了一對愛情鳥 我覺得很可愛 跟別人聊天 又瘋狂地玩別人的鳥 聊天之後就發現 其實都挺適合自己養 因為那個打理的時間 或者他們的尺寸 始終都沒有貓狗那麼大隻 當然其實時間都差不多 如果說來買一隻 我那時又不是那麼想 因為始終我都覺得買寵物就 不是那麼好 盡量都收養 或者朋友有沒有 誰不知那個店主就跟我說 原來愛情鳥的出生率很高 有時候他朋友家裡一對就會自己生蛋 自己敷出來之後 往往都要找新主人 所以我就認定了第一隻 但那時我也沒有選擇顏色 因為愛情鳥有很多顏色很漂亮 也不知道他男還是女的 總之我看到那三隻粉紅色的肉肉 我就指了其中一隻 然後就要了哥羅哥羅 其實我現在這麼大一個人 我都跟家人一起住 我每一天都有媽媽叫我起床 我的大兒子 即是那隻愛情鳥 黃色頭那隻 就叫哥羅哥羅 他現在四歲半 所以是四年半前開始養 另外橙色臉很可愛 那隻都是愛情鳥 是我兒子 哇啦哇啦 他就小了 哥羅哥半歲了 所以現在大概四歲 反而身形最大隻的 Shabu Shabu 他反而年紀最小 他就三月二十九號生日 三月三十號生日 所以就快三歲了 另外我就修養多隻三隻的愛情鳥 但是他們就 因為始終是修養 不是從小養到大 所以他們就不會像 哥羅哥羅 娃娃娃娃 和Shabu Shabu 那麼黏我 但我也希望給一個 溫暖的家 讓他們不用 對 不用無家可歸 是有些網友聯絡我 就撿到一隻鳥 而他們撿到的時候 很慘 他們有一隻是白色的 但撿到的時候 是灰色的 整隻都 而且很肚餓 那輾轉之下 就找不回主人 亦都沒有人領養他們 所以就交給我 看誰 看我找誰 是不是找Shabu Shabu Shabu乖乖乖乖 看看 蛤 平日我出旅程 就要這樣跟他玩市場 我顧著他 Shabu Kits Kits Shabu Kits Kits Shabu Kits 再來一次 再下手 絕對 好啦 就是什麼都不做的觀眾 都可以吃 聽 Good boy 聽 Good boy 聽 這裡 Good boy 還有呢 K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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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養第三隻鷹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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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要Shabu 因為想給他一個溫暖的家區 你答應了你不可以推別人 又或者我又不會做得出花一點時間 推給我爸爸媽媽 我覺得這是很責任感 我養第一隻鷹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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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鷹 自己又沒有經驗 所以就整天都想照顧他 就是看實他 最初他回來 是未會站 又未會飛 因為那些羽毛都未生齊 那時候他就躺在那裡 打直地躺在紙箱裡 我還以為不是吧 第二天回來就 被我弄死了 不動 但是原來 可不可以捉一下他 他是動的 他睡得太難 難睡 有很多事情都是 因為我初初第一次養鷹鷹鷹鷹鷹 所以都是要在養的過程中學習